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那么法国的总统大选 没有意外啦 就是比较倾向于留在欧盟的派系 那么胜选了 再加上美股又创整个波段的新高 当然会让很多人很期待 尤其是最近外资狂买台股 那么买的当然都是苹果概念股 买的都是台积电 所以今天公万点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一档精神指标 2330的台积电 那么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 看到了二字头 还原群职创历史新高 那从刚刚节目一开始念到现在 全部都是利多 那么都是利多的过程 当然看不到万点会让你有点伤神 毕竟台积电来到了200块 连台积电都200块了 那你怎么会没有赚到钱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把今天的成交量打开来看 预估成交量今天 台积电来到了200块 预估成交量就827亿 对你没看错 不是1200亿 是827亿 那想当然尔 整个内支的部分 尤其是中小型股 早上蛮多股票的 一开盘开平高之后 刚刚还没10点就马上翻黑 那有的股票是更弱 直接跌破的波段底点 像精彩 对不对 走势非常的精彩 台股攻到万点了 有股价在破底 所以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很多的股票 在台股充万点的时候 你必须要留意的是风险 而不是利润 所以这一波我相信 我们连续讲了两个礼拜了嘛 所以在这边 如果你中小型股 还有套劳投资朋友 你应该要特别的谨慎了 因为做多并不是唯一的选项 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如果现在做多可以赚一倍两倍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我一定翻多 很可惜啊 台股充到了万点 我看到了我们的拳王 来到了两百块 整个市场却是视若无睹 那那支的手脚更快 炒作完毕的股票 回归基本面 你真的算不出本意比的 基本上呢 就是开始回到原点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做空不是乱拆糕点 做空是看结构 看时间 看量能 如果这中间有任何的瑕疵 你都不应该做多 所以我在4月7号的时候 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嘛 这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一个月后完全印证 当时我在讲 当三支会起 外支大买 融资大增 空担强补 指数在原地踏步 这个一定是一种风险 因为它不是一个健康的轮动 它是有力量在疯狂的买进 就像现在外支一样疯狂的买进台股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指数就在原地踏步 那表示有人不断的在供应筹码 不是吗 所以资金跟筹码是悄悄板 如果买的人多 卖的人少 股价当然飞出去 因为筹码安定嘛 那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现在开到外支狂买台股 指数还在万点这边 一直震荡一直震荡 那表示什么 表示有更多的资金 是卖给外支的 不是吗 筹码换给外支嘛 所以当台股来到原始上去信的时候 我讲过多方一定会守 守的过程看结构 但是一旦跌破原始上升趋势线 这个点叫低标 以周线的角度来看 之前万点跌破 回到低标就是这一段 所以同样的道理 现在台股涨了二十一个月 涨超过二十一周 如果指数还没有办法攻上去 这叫风雨欲来 所以当然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很多人很兴奋嘛 台股创波段新高 我说创波段新高 绝对是危机 不是转机啊 为什么 你看到之前台股攻到一万点 从八点五起跳 跳到了一万点 外支不也是当金主吗 对不对 那这一波也差不多 外支把整个指数拱到了9979点 对不对 外支又当金主 可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喔 外支持有的部位 跟之前它在万点持有的部位 已经增加了这么多 指数却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 当台股要来攻万点的过程里面 如果全国齐心一致 同步看好 景气面回升 筹码都没问题 以现在外支的买盘来讲 各位投资朋友 台股要早就超过一万点之上了 对不对 那所以反推 如果外支买了这么多 跟之前万点比 真的是多太多了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在这边台股过不去 所以我会小心喔 如果接下来台股真的守不住了 当然还有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台股真的守不住 原始的上升趋势线 这个点一样会来 只是说它是从这里回到这里 还是从这里回到这里 空间不一样 方向都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说 很多人在这边做多 做多 其实你看到万点 附近啦 还没碰到万点嘛 越看万点你心越惊 不是吗 一到三月这么多的股票 用筹码再拱上去的股票 现在开始回到基本面 对不对 所以我在3月28号的时候 特别提醒你 请你小心台股双二一的变盘 当第一次变盘的时候 下来 让很多人觉得 啊 没关系 反正台股回到季线了 那徐老师第一波空单也收割了 所以我安心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台股拉出了缺口 台积电跳空大涨 我说不要二度指标背离 这会很恐怖 中小型股会先跌 结果当然不如预期啦 真的指数创新高 台股小量创高 当然高点不高嘛 不是吗 那上个礼拜震荡拉回 補了多方的缺口 你要去留意喔 从这个位置 外资啊 就极短线啊 外资从2月16号 买到了5月4号 你知道吗 总共买超台股1442亿 只涨了98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即使 今天台股的利多会期 不管是政治面的 国际面的 国际股市 通通对多方有利 居然开高之后 量能没有办法1000亿 你看现在直接往下杀 那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说 如果最大的金主 买到后面买不动 当然他们买得动啦 因为他们或许 会一直买台积电嘛 对不对 可是台积电跃涨 光台积电涨这一段 然后呢 你去看喔 台股没有办法 越过这边的高点 这表示什么 表示有人借由台积电的拉台 在不断的卖股票 在不断的卖股票 对不对 因为台湾是加权指数嘛 全资股拉的越高 代表有更多的股票是转弱的 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情 外资并不是神 但是当他大买的时候 如果指数涨不动 这个就绝对是一种警讯 不是吗 所以当然这波最弱的族群 我们连续讲了一个多礼拜 一个多礼拜 当然今天会有很多人 看到中小型谷这么弱 心惊胆跳啦 那之前5月3号 上跪指数反弹到季线的时候 我讲过 季线扣底会快速的往上 季线要开始走平了 然后往下弯 所以重灾区会在哪里 当然是在上跪的股票嘛 你看到这1 2 3 4 4天 本来气氛很好 你从这一天开始发现 有些股票开始在破了 那么你去想 中小型谷 中小型谷光这1段 就10%了喔 那如果更多 中小型谷在这1阵子开始转弱 我可以大胆的预估 大胆的预估 下一次你会出现恐慌性麦压是 上跪指数跌破这里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养套沙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今天破底 留意喔 千万不要加码摊平 不要认为个股现在破 会破底翻 时间空间完全不一样 中小型谷是反弹的逃命区 尤其是上跪的股票 所以现在你该怎么做 已经踏牢的中小型谷 有反弹 趁着这个礼拜三之前 台积电还在冲新高 好好的把握逃命的卖点跟空点 就是什么样的个股值得你放空 休息一下之后 我再告诉你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顾感恩天下母亲 齐齐推出温馨母亲节 快乐的相爱 只谢母亲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感恩天下母亲 齐齐推出温馨母亲节 快乐的相爱 只谢母亲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use of online 额排气密床 现在中途无人减 我要用我的大黄风 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 好 只要人家开车出事 保险公司的在背称 收海铃链后 高雄赵士泽律利败金 而且 无保的又计划一条 好 够大黄风的 都把那些小方订去啦 人家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无保险 来回到现场 台股这波最高点9979点 没有办法过 但是指数创高 很抱歉 量能滚不出来 代表高档二度背离 很多人想要去学当冲 冲来冲去 套牢就变什么 就变长头 所以不要去想要当冲 台股的形态已经下来了 如果这边是一个对称形态 下来会先到这里 然后再反弹 就变成一个大头 头越大 威力越大 所以中小型股 不管是上市的或上跪的 请你不要随便乱追降 中小型股 我由上跪指数来解 这叫逃命 那有些股票 那有些股票是上个礼拜 盘中非常热闹的族群 这一档我今天看到触目惊心了 加零 你看这个票空上来爆量 就变成标准的夜星 那今天没有人在讲加零 上个礼拜在介绍的时候 怎么都不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去年还亏钱 那今天有没有特别大赚 没有 那结果股价呢 从十一块这样子默默无闻 冲上去又冲上去爆量 一多人在讲二线光学 对不对 那我怎么告诉你光学股 我说光学股你小心 追高 容易套牢 提防出货 我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连衣光啊 现在要被人在讲连衣光 不会啊 不会有人讲连衣光的 为什么 这边你看多好解 连三红 对不对 跳空上来 直接下课 不是吗 语重心长啊 当然你会说 正在长的时候 啊这些看空的老师 都会讲说你不要追 对啊 讲不要追是一回事 有没有放空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解盘的过程是告诉你 我不可能挡挡空嘛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当整个趋势反转之前 空最高是赚最多 4月6号 4月6号 我提过多少高档转落 中继再跌的股票 今天 破底啊 当然 或许不会有很多人有这种股票吧 茂林 我那时候在这边讲 我那时候在这边讲 讲完之后居然排了一个多月 现在在破底 那时候进来找我投资人说 徐老师 排股都已经公到万点了 我股票怎么没行情 我说你的股票怎么会有行情 你的股票在万点的时候 长成这个样子怎么会有昂情 谁要来拉给你解套 同样的道理嘛 不是吗 大家只是把目光放在最强最强的族群上 那你一个心动手痒 就跑去追啦 追完之后呢 来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边有增加量几张 那这边有增加量几张 那股本只有多少亿 想清楚 或许你觉得我画赤耳 但是我是保护你 我说有些筹码站走完的股票 你套牢了就赶快自己觉醒 真的 每一张多单在你手上 如果变成风险 你的资产就会消失 不要变成 短套变长头 当冲变什么 变隔日冲 隔日冲 隔日冲不掉 再继续流 流到后面股价破底 精彩啊 你在追的时候 利多一堆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在买股票 我买的是基本面 还是当冲 还是短线上面 我错了我一定走 很多人走不掉啊 下来是直线 这段下来根本就没有反应到 直接直接下来 然后我说 我第一段我没空到 我不可能挡挡空嘛 那时候我们再空别的股票 但是第二段我一定空得到 因为空单抢补完了 可以放空了 去年亏2块3毛6 1到3月的营收衰退 精彩啊 现在很精彩啊 没有人理他了 我空44块 这里 上个礼拜五下来 40块4毛钱 对不对 我说我喜欢空什么股票 利多爆量破景线 破大量破季线 三破的股票最好空 反弹季线逃命就是空 需要是破底耶 大量 会不会破李翻 请记住一句话 如果你想要他今天破李翻了 你一定是套牢的 站在理性的立场 一档股票利多出境 爆量了破现了 第一个点你要走 第二个点你要走 第三个点你要走 给你三次机会 你都不走 那你觉得 记得胜算有多高 我这样讲很残忍 但是放空的人 可以绝对告诉你 这样做才是对的 你如果套在这里 麦在这里 反手放空 先下来10%了 我解套了 对不对 对吗 徐老师你的战术是对的 战略是放空 战术是什么 反弹空 那我套在这里 我麦在这里 反手放空在这里 下来 我解套了 所以当你股票套牢的时候 去找 我再给你下一档 底部潜力股 台股都一万点了 哪来的底部潜力股 同志啊 你看 多弱 看起来像底部 对不对 真的是底吗 所以放空 才能够帮到你 沿衣光啊 我在这边讲 光学股提防出货 两根下来今天再破 我在空哑光啊 五十八块两毛钱我空 下来的对不对 注意哦 今天哑光很重要 有一个价格 技术形态上面它一定要守 我不能讲价格 但是你自己去看 如果这个点破了 小心哦 小心哦 这个点破了 就跟这个点破 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哑光在这里 聽不 我空另外一档先进光 来 五月五号的节目告诉你 有一档股票光学股 先进光 小心 光学股在 做什么事 那我早盘六十七块九毛钱 上节目之前空好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尾盘收到六十五块一毛钱 空单是赚钱还赚钱 需要是空单要赚了 今天月线来了 会不会守 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上个礼拜空几乎是最高点 几乎是最高点 今天最低点是六十二块六毛钱 我上个礼拜空 六十七块九 今天最低点是六十二块六毛钱 什么意思 五块 那五块钱不见 是不见在谁的身上 是做多的还是做空的 那徐老师 六十七块九毛钱跌到六十二块钱 大概是做多的赔五块钱 好啦 那答案出来了嘛 你认为 你在这边做多赔到钱了 是谁让你赔钱 所以我不希望佳铃这种股票 佳铃这种股票 全市场众所矚目的股票 居然出现这种形态里来不及跑 我希望在高档的时候 你今天看到我放空的这些标的 转弱的转弱 破底的破底 破线的破线 他只预告一件事情 万点跟你无缘 你只要股票套牢了 就代表你在万点行情里面 已经提早脱队了 万点高空路 南下自由座 你今天股票有套牢的 请立刻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时间不多 请快上车 空单布局正在进行中 出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继续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贫护并自负投资风险 水胜贫护并自负投资风险 即期推出 温馨母亲节 快乐专案 至谢母亲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 银河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科魂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获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可顾 零